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依旧没有放松的意思 这不在六日的早晨 女孩的姑娘们变现身心的训练馆 从斩火来到了大半开始了新一轮的备战 所有球员都现身训练馆 并无一人缺席 可想而知姑娘们还是相当刻苦的 毕竟在这个国庆假期 她们仍然没有休息的机会 这样的精神确实让人钦佩 不过根据台协官方公布的最新一期集训视频和照片来看 却有一名主力殷商没有跟随大部队训练 而是自己一个人在旁做恢复训练 这是一个所有球员在跑步的视频 其中以朱婷为首的球员 除了丁霞之外全部都现身在队伍中 这一幕 也坐视了之前丁霞有伤在身的传闻 许多球迷想必也是担忧不已 因为丁霞对于中国女排的重要性 恐怕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即便是26岁的姚迪 也未能真正赶起队内的二传大任 在前五战的比赛中 姚迪的表现虽然稳定 却大得过于保守 与朱婷等主攻陷 时常出现支配的情况 然而在丁霞受伤之后 球队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 郎平也只好让姚迪一人 无知灌战 丁霞的伤病究竟 何时能够恢复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姚迪必须拿出自己的实力 怒 必须炼提升二传道位率 同时也是棒的增加传球侵略性 这样或许可以弥补丁霞的空缺 否则中国女排的市井赛夺挂 答应也将在天阻碍 而关于丁霞的伤情 目前排协官方还没有给出回应 我们也希望她的生病能早日康复 同时丁霞也要适当的休息 避免出现伤情加重的情况 祝福丁霞能尽快恢复训练 帮助中国女排在市井赛大放异彩